在奥特曼漫长的历史上 有一种生物 它的存在介于奥特曼和怪兽之间 它有着除正义之外的奥特曼的所有特征 什么光线技能 体数 数据等等 奥特曼会的 它也全都会 甚至奥特曼不会的 它也会 如果你以为它的身份是黑暗奥特曼 那你一个就错了 它的真实身份是卡欧斯奥特曼 众所周知 卡欧斯奥特曼 首次出场在高斯奥特曼TV中 是卡欧斯病毒 负责了高斯的力量而来 但也因为卡欧斯是高斯TV的主线 总是时不时在剧中出现 这就导致了许多人对他的印象不是很深刻 今天阿泽就来深度解析下 卡欧斯奥特曼到底是什么 卡欧斯的起源和结果 以及卡欧斯奥特曼的实力到底如何 在高斯TV的宇宙中 存在着一宙没有卡欧斯头部的东西 也被称作为混沌病毒 为了方便大伙理解 阿泽全用卡欧斯病毒来称呼 他的目的 是为了混乱的请求恢复秩序 虽然本质是人工生命体 但在剧中 企图毁灭余制的美菲拉斯行人 就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 控制了混沌病毒 用来毁灭光之国 我们言归正传 在高斯TV的26集中 对五颜六色的光的形式出现 因为它很白痴 一个星球上所有的生物 都有自主思想的状况 认为这样的星球 是秩序混乱的星球 所以为了建立意志的统一 卡欧斯病毒会通过 牺牲在其他生物身上 改变他们的思想 也就成为了卡欧斯怪兽 于是在高斯第一集 卡欧斯病毒 附生在了利多瑞亚斯身上 而且被附生的怪兽 实力远超本体 在高斯TV前期的时候 还会诞生出本体的卡欧斯病毒 只能通过附生的方式出现 卡欧斯病毒的本体 首次出现在第二集 最终的它 复制了高二美菲的具体 产生出了怪兽的形态 因为有着增幅怪兽 本体战略的设定 可把高斯奥特曼 折磨得不轻 除此之外 卡欧斯不只能附生在生命体身上 还能附生在物体身上 例如第五集 附生在金属废弃物身上 变成了卡欧斯八格 不过前期大部分卡欧斯怪兽 都会被高斯的进化技能进化 而甚至一以上实体化的卡欧斯病毒 首次登场于高斯第26集中 它叫做伊布里斯 一开始附生在了一位父亲身上 目的是为了分析解读人类的心感 后来被人家的L字唤醒 卡欧斯病毒被驱逐了出去 以伊布里斯的实体化形式登场 五脏变身为高斯奥特曼一只迎战 伊布里斯的战力 凌扎于高斯之上 轻松压倒了高斯月神模式 还读取分析了高斯月神和日眠的部分能力 陷入不利局面的高斯 切换为日眠形态迎战 伊布里斯使出利爪波动和屏障 组合攻击压倒了高斯日眠 就在伊布里斯打算施展致命遗迹时 他目睹了寿野父子相聚的温馨画面 由于还没有理解透彻人类的感情 伊布里斯的意识直接当机 失去了身体的控制权而无法动弹 趁着这个阶级 短暂恢复了体力的日眠高斯 使出了必杀技内巴斯的光线在将其消灭 不过卡奥斯病毒没有真正的死亡 还在继续复生怪兽探索人类的情感 在与高斯的一次次战斗中 他终于进化了梅比特 作为新的实体化卡奥斯病毒 其战力和智力也得到了进化 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梅比特或使用计谋 在29集中 他拟战成了卡奥斯艾利加尔的形象 暂时被阿泽给大家回顾下 这些卡奥斯刚出现的时候 曾附生在艾利加尔身上 高斯的月神抽取 为能将艾利加尔救下 还间接导致了他的死亡 给高斯的内心蒙上了阴影 梅比特深知这一点 于是变化为艾利加尔的形象 果不其然地动摇了高斯的心 为了表示愧疚 高斯疯狂释放进化技能 导致能量大幅相好进入了红能状态 这时的梅比特也知道机会到了 于是变回本体开始攻击高斯 可高斯连转换形态的力量都没有了 最终分离了五脏后倒在了地上 不过嘛 历代的所有反派 都换取了不当场补到的理念 梅比特也没当场补最后一刀 第二天才去找中央的高斯 谁知这时的人家 在战斗中获得了勇气之力 日时高斯手自争唱 在各个方面都向梅比特压制 想顾忌重视的他 以利多利亚斯所认知 结果被bug班的克斯密木光线 炸身碎片 从没陷过这么笨的反派 居然连奥特曼的下方中限制 也复制了过去 他就是第三代卡奥斯病毒 通过吸取之前被打败的经历 卡奥斯病毒发现 卡奥斯病毒就趁机复制了高斯的力量 然后刷奥就开始了战斗 在和高斯奥特曼日缅模式手战中 稍战上风 不过他没想到 奥特曼居然有三分钟时间限制 为了速战速决 卡奥斯奥特曼瞬移到右边 对波赢了高斯 然后变回手体捉住了五脏 后来防卫队队员风吹 使用刷阿古矿石和卡奥斯病毒抗体 救下了五脏 再次变身高斯出现 最初用克斯密木光线将卡奥斯奥特曼消灭 或许是接连的失败 让他怀疑起了自己 卡奥斯病毒本体好久都没有再出现 直到防卫队将要研制出 克制他的卡奥斯病毒破坏教宿之时 他再度以卡奥斯高斯的形式出现 一开始在日识高斯人斗时出于下风 在即将被克斯密木光线消灭打成灰时 被类似卡奥斯病毒老烧的宇宙P87点桌标 支援阿里的病毒复活 从而变成为卡奥斯奥特曼克莱美帝 一为卡奥斯奥特曼灾厄 由于有着强于本体数倍的能力 能量不足的日识高斯被轻松击败 在摧毁了卡奥斯病毒破坏教宿的研发中心后 依旧没有补到的离去 后面就又是和高斯互相拉扯 最终在第64级 与高斯在月球上展开了决战 但是因为月球上刷骨矿色的光芒 使得卡奥斯病毒感到痛苦 高斯趁机释放克制面武光线交续击败 在这关键时刻 位于P87点所有卡奥斯病毒 瞬间产生了过来并一体化 产生了最强的实体卡奥斯病毒形态 也就是卡奥斯黑暗 其实力完全压制了高斯的任何形态 直到防卧队发生了破坏教宿导弹进行辅助 高斯才有机会释放克制面武光线交续消灭 但其病毒本体依旧没有彻底死去 在高斯大战局的时候 他再度实体化为最终的黑暗形态出现 由于黑暗形态 是一代代吸取星夜所进化的形态 所以后面破坏病毒的教宿导弹 完全失去了作用 高斯也毫无抵抗之力 最后开始挥石发生反应 其余高斯的能量 使心释放满月光波 插上各路赶过来对怪兽的全组 卡奥斯黑暗被神功感化 净化成了光辉的模样 这满身金色的皮肤 说是天使也不为过 在高斯的嘴炮下 卡奥斯病毒终于明白了 秩序不是通过生命体意识的同意来达到的 而是通过感化每个生命体的心灵 让他们不再有斗争来达到的 后续 卡奥斯也在高斯的回忆中出现 而他所在的世界 也已成为了一个怪兽人类和平共存的世界 值得一提的是 在后续的银河奥特曼中 因为宇宙射线的照射 一条四游野的怪兽图件上的怪兽 全都被实体化成了火花人偶 然后在他所在的游戏红军中 出现了好几只卡奥斯奥特曼 因为本身没有意识 所以在游戏世界中 与李唐公等人操纵了奥特曼战斗 最后还是银河奥特曼的胜利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 这里是阿泽 我们下期再见